中国人 最近事情多 刚刚股上看上你的功课 郑凯 签字文 这是你老师布置给你的吗 是 今生利水 欲出昆刚啊 卢世瑜是当代书法大将 这县城的八个字 正好用来形容他的楷书 你一直学他的字 也有七八分相了 方辰笔记岂能乱真 除了殿下 没有别人 太子有什么事 要跟朕说吗 朕没有 臣没有 那么朕 有些事要对太子讲 旁边那三个人已经招供了 他们说 他们把考题事先托人 送到号房 可是 没想到临时改了号房 就落到了顾彭恩他们手里 顾彭恩他们现在彻底撇清了 但是 今天在刑部的事 你该怎么解释 在刑部今天你全部推到了齐王的头上 逼迫李百舟认了罪 现在又闹出这么一出 刚才 就在刚才他跟朕一番考虑 臣实在是不忍大王 蒙受不败之冤 就在自拦其罪 陛下 臣冤枉 还要 你知道那几个人招人是谁套的题吗 就是你 他们根本不是冲着炉氏鱼和共防恩 他们就是冲着你来的 李百舟相不认罪 陛下 都是臣一人作为 好房确实错开了 还有那几个人的供述 还有 还有更麻烦的 这份维卷 是你造的吧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你说是人会看到什么 朕的太子 无限朕的亲王和宰相 你要朕在天下面见 怎么能抱下你 陛下还真是 自己聪明吧 自明得意吧 自认为 把朝政玩弄于骨刹之中吧 本来可以问清楚的事情就是你 你自己一手弄砸的 今天才行不 朕看到这些东西 朕就知道 你败了 败的难堪就是 败的难堪就是 我败了 你败了 你败了 我败了 好